一般白水高附近空氣可能不太好 北港農工老師劉國彥 就是看到浩費水高的市場三萬人 開始在水高培養頂部肥虐 讓水高變形形態庫這就不錯的效果 現在劉國彥也已經退休了 這個天做的高雜貨核心 演出擴大 讓北港農工四季都能看到形態庫 像我們在農機科啦 電工科啦 那行政大樓都有在做 做這樣子的 一種簡單的那種 那種複製啦 那那個 就是養那個孔雀魚 可以吃這個 那種蚊蟲 所以確實 自從養了這個之後 那整個周遭的那個蚊蟲也少得非常多 北港農工的白水高 自從變形形態庫有 不但沒炒 也是學生下口想要停留的地方 看到學校水高形態成功 要讓學生想要回去試試看 就是 早上還是有同學過來拿 反正只要不影響那個數量太嚴重 就OK嘛 帶個幾條回去 那繁殖力還蠻強的 看學校養得這麼好 可以回去再自己繁殖看看 所有麵包都會捏那個麵包 就這樣吃 除了改善環境 我們要期待將這個形態庫有的關聯 擴展到下庫 那保持也非常容易 然後而且也可以美化環境 所以我覺得說 就一個學校來講 其實這樣那個節能減碳 它有這樣的功能 我覺得蠻好的 那也希望就是說 假設社區的民眾 對這樣的一個方式有興趣的話 我們也可以提供這個相關的資訊 給社區人士做一些參考 北港農工用簡單的形態關聯 創造個整個好方的環境 是改變一般人對最高的影響 好方也歡迎民眾創人心態庫 最頂搭走美麗下庫 去這裡跟我們藏不住